人氣話題來看到 今年端午連假 國五又塞到爆了 一連塞了32個小時 引發民怨 交通部高峰局7號 也邀請了專家學者 一起匯卷 目前建議方案 以差別費率最有效果 以南港到蘇澳來算 會比起現行的通行費 多出48.6元 另外鐵道學會也說 政府不應該再助長 連假小確信 要多鼓勵民眾 平常也可以出遊 像是可以寄出住宿 國道過路費用 等平日優惠 才可以達到分流效果 今年端午連假 國五湧現大量車潮 連續32小時 處於時速低於40公里的 雍色狀態 打破紀錄 交通部長林佳龍 聯盟拋出四大措施 包括檢討高承載的 時段跟範圍 設計更細緻的差別費率 誘導分流 高工局也找來 交通專家學者一起匯卷 其中有學會認為 差別費率最有效果 那民眾怎麼看 有這個需求要上 還是得上 差這個一百塊兩百塊也沒有什麼關係 人應該不太會計較這種錢 太少了 差距大一點就會有效 大部分的人都沒什麼感覺 因為現行的廉價 國道通行費一公里0.9元 以南港到蘇澳全長54公里來算 只要收費48.6元 假設未來採取差別費率 因為上限值不能高於標準的兩倍 也就是最多只能收97.2元 比起原本的收費值多輸不到50塊 比一個便當都還便宜 要解決塞車問題 恐怕有難度 當需求量遠大一公里的時候 應該要更非交通的手段 比如說讓這個假期能夠更分散 有學者給建議像是使用車牌 單雙號分流以及預約上路 提到學會也說政府不應該在助長廉價 大小確信 要鼓勵民眾平常出遊 甚至可以在住宿高速公路過路費用 還有車票上面提出平日優惠 民眾也要改變觀念 可以多利用特休 才不會把好好的假期 全花在塞車上面 九點蔡玉如 聽不懂